人每天打三份工只为工男友读书 可男人学成归来却翻脸不认人 他不仅带回来一个富家千金 甚至还让婆婆赶走自己 而女人听到后不但不生气 反倒为小三送上神秘大礼 你就是苏小小啊 你是谁 我听胡哥提起过你 我是胡哥的女朋友 什么胡哥的女朋友 我还是彭于晏的女朋友呢 亲爱的 你走这么快干嘛 苏小小 你怎么还在我家 这有什么情况 我不是告诉我妈我要带小赵回家吗 眼前的两人大眼瞪小眼 苏小小看着两人牵着的手满脑子问号 察觉到苏小小的目光胡来并没有松手 苏小小 我妈没有跟你说我的事情吗 你二姨病了 你妈三天前就去探病了 那既然我妈没跟你说 那我来说吧 这是小赵 海龟高材生 哦 不就是王八 还森海里的根地上的 苏小小这会儿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他等了三年的未婚夫带了个女人回来 你跟这个龟是朋友还是拼头 你怎么说话呢 你一个乡野村妇怎么配得上我的胡哥 嘿嘿 你乡村爱情看多了吧 我跟他可是正经定不婚的 你现在一句话就想直接顶上啊 我跟胡哥可是真心相爱的 他说过 要八台大叫娶我 哦 原来男人养拼头叫真心相爱 今天我也算是长见识了 一旁的胡来也终于看不下去了 苏小小 你不能好好说话吗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以前 我以前要是知道你这么不要脸 我直接又使唬你的脸 还以前呢 我呸 你 苏小小直接把手里的盆砸在地上 别说那对渣男渣女 就连院子里的鸡都被吓了一击铃 你要是退婚就像个男人一样退 用这种下锁手段算什么本事 苏小小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我们的层次早就不一样了 你在放什么屁 我站在地上 你是吓到十八层地狱了 你这女人也太粗俗了 有没有素质 跟我谈素质 你也配 当初是谁舔着脸去提亲的 你拽着我 请我照顾你爹妈的时候 怎么不说层次 吴哥 咱们还是别跟他废话了 我看他就是想要钱 要不然呢 你耽误我三年 不该给赔偿吗 小赵听后 当即掏出钱包 抽出几张红纸甩在苏小小身上 不就是要钱吗 我给你 这些够了吧 苏小小看着躺在地上的三百块 不由得冷笑 来来来 你现在跟我回家干三年活 我给你六百 你是不是还得夸我大方 你有病吧 我凭什么 看到小赵洛德下风 胡来立马心疼地把人拽到身后 苏小小 你到底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国外的羊墨水让你小脑萎缩了 耳朵也听不见了 你拼头都比你聪明 还问问问 给我赔钱 你说话也太难听了 谁是拼头 你才是哪个多余的 想我说的难听啊 这才哪到哪 真正难听的话老娘还没说呢 你 你什么你 你有那闲功夫 不如跟你老娘算算的给我赔多少 过了这时间我可就没这么好说话了 说完苏小小就直接离开了胡家 走在路上的她越想越生气 转身就去村口小卖部买了两根双响炮 等姐给你们来个大的 随后苏小小在厕所旁边等待机会 乡下去茅厕一般都是两人结伴 一个人在门口望风 此时的苏小小瞅准时机 直接把双响炮扔进厕所后面蓄大份的坑里 好好享受我送你们的大礼吧 下一秒就听喷的一声 伴随着女人的尖叫 漫天的黑色物体从天而降 有一坨甚至直接落在胡来的头上 恶臭瞬间呼了胡来的眼 救命 愤坑炸了 活该 道复完这对狗男女后 苏小小就回了她大伯家 苏大伯一家看到苏小小回来 一个个像是看到了鬼 小小 你怎么回来了 想我大伯大妈了呗 回来住几天 怎么 大伯大妈不想我了 没必要 完全没必要 你最好把我们都忘了才好 苏大伯干笑了一声 随后尴尬的回应 当然是想的 可苏小小并不在乎她说什么 她自然知道那些人 从头发撕到脚后跟都在排斥自己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做过的事就应该记一辈子 从那天起 你们就应该知道 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 当时父母离婚后 她就被送去乡下大伯家 为了避免再被送走 苏小小只能拼命抢着肝活 哪怕苏行想法子欺负她 她都只是忍让着 有天她在放学途中 捡到一只被遗弃的小狗 还给她取名叫幸福 幸福很通人性 她会接苏小小放学 有人敢欺负苏小小 她就冲上去保护 后来苏小小上了高中 幸福只能在星期五接苏小小 那天放学后没看到熟悉的身影 她以为幸福他们忘了接她 不料回家后 却在墙上看到幸福的皮毛 不认识了 这是你养的那条土狗啊 我爸说你养的挺肥 两顿才吃完呢 苏小小听到后 疯了一样把苏醒按在地上 似乎想从她嘴里把幸福挖出来 那天苏小小抱着幸福的皮毛 哭到绝望 幸福啊 苏小小在等我的朋友了 我没养你这么大 你就因为一条狗发疯 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苏小小当时一句话也没说 但一周后农忙她特意请了半天假 就为了给大伯一个惊喜 等到他们回到家 就只看到满院子的鸡鸦鹅静静躺着 还有顶着猪头脸的苏醒 站在院子里哭号 苏小小你疯了吗 说话间苏大伯就要上手 你今天要么把我打喜 要么就等着给苏醒守势 苏大伯直接就被震慑住了 破天荒的没敢动苏小小一根手指头 从那以后谁不说一句苏小小有病 就连村子里的二流子见了她 都得绕道走 小小 你不能是把胡家人给砍了吧 大伯 你这说的什么话 胡来回来了 但我不想跟他结婚了 什么 很快苏小小把事情说了一下 这会儿全家人才知道 是胡来那小子在外面养了小蜜 那你也不应该走啊 我不走难道看着人家两个亲亲我我吗 我还嫌隔应呢 男人不都是这样的吗 胡来就是一时没有惊助诱惑 你就这么走了 不是给人家疼地方吗 那不然呢 三个人躺一倍哦 是不是太刺激了点 苏大娘背对得哑口无言 给老太太使了个眼色 两小蜜说明你男人有本事 你这会儿回去抓紧给他生个儿子 到时候你就是大方 生不了 完全生不了 男 要不你教我咋生吧 我特想知道女人的孩子咋生的 苏奶奶对上苏小小的求之若渴的眼神 一时间一张老脸上的通红 苏大娘一看这样不行 得把这温神送走啊 要不赖在他家不走怎么办啊 苏小小 那胡来还留过羊呢 你离了他还能找到啥样的 他家要是紫禁城 那我指定跟别的女人斗个你洗我活 问题是 他不就是个男的吗 两条腿的男人多的是 他留过学啊 那可不是普通人 那咋了 不就是花家里的钱吗 那是他爸有本事 跟他有啥关系 你这孩子 怎么就是不听劝呢 苏小小没吭声 直接拿起一旁的水果刀 我心情一不好 就想发发疯 顿时全家陷入了洗衣般的寂静 正在这时院子传来声音 竟是胡家带着当初的没人来了 苏大伯脸上止不住的高兴 终于能把这个活祖赃送走了 大麦子 这事儿都是小小一个人说的 恐怕中间有什么误会 他大伯 这事儿没误会 确实是我家伙来做错了 此时轮到苏大伯傻眼了 这就承认了 不对劲吧 但是胡大花满脸的骄傲 丝毫没有不好意思 我儿子外头有女人 说明我儿子有本事 小小 沈说话你也别不爱听 胡来跟他的同学好上了 你跟他的事就算吧 你说什么 我呸 你这是什么意思 故意呸我呢 小小 男人的心要是不在自己身上 赖着也没用 你说是吧 这事儿确实是我家不对 当初给你的钱和礼品就不用退了 这不算了什么招 难不成还让人折散成钱退回来吗 早知道当初胡来能遇到真心人 我就不做这个媒 苏小小听着两人一唱一和 不由得一阵无语 退婚可以 但是耽误我的三年怎么算 我那天的话说得很清楚 你是没传达到 还是我曹叔胡沈装糊涂呢 脑槽 还愣着干什么 掏钱啊 小小 这钱你拿着 买点好吃的好喝的 够你花一阵子了 胡沈 什么钱啊 能让我又吃又喝还花好一阵的 不然我给你三百 你去市里多买套房吧 这是闲手啊 胡大花一阵干大后 脸上又附上一朵笑 随后又抽出五张地过去 苏小小还是没接 小小 这是你曹叔胡沈给你花的 不用不好意思 曹叔胡沈的命可真贱啊 苏小小 你说什么呢 我爸妈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 你骂我就算了 你凭什么骂他们 凭什么 凭我救过他们的命 这话一出 除了曹根生和胡大花 其他人都愣住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出国第一个月 你爸开三轮车带你妈拉木材 车翻水沟两个小时都没人发现 是我救了他们的命 爸 妈 他说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 你妈三个月不能走路 我的腿也被压断了 动了两次大手术 苏小小 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你有多大的脸啊 你问一个外人 你 你家里人瞒着你那是因为你没本事 就算告诉了你 你是能翻金抖云回来 还是你有钱拿出来救他们的命 到底是蠢货会吹牛 你 你什么你 救人的车我开的 医院我找的 医生我挑的 家里的活三年我干的 家具厂的事我做的 业务的单我接的 而你 了不起的大海龟 你在国外吃香喝辣养女人的钱 是老娘我赚的 我爸我妈出事 我真不知道 你知道什么 你屁事都不知道 你还有脸把你的拼头带回来 臭嘴一张 站着就想撵人 胡来哆嗦着嘴唇 却是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三年前 你妈还拉着我手说你家欠我两条令 这辈子都还不完 怎么你一回国就还完了 你比阳王爷还牛啊 胡大花站在一旁满是心虚 不可否认的是苏晓晓说的句句属实 胡来 多便宜的两条命啊 就值八百块钱是吧 我没不承认你的负重 你的承认有屁用 都这个时候还往自己脸上贴金 那你想怎么办 你出去打听打听保姆一个月多少钱 晓晓 儿媳妇在婆家多表现 这不是应该的吗 你在胡家吃喝三年 人家不也没有你的钱吗 大娘 你提醒的可真及时 我原来还是个住家保姆 那更贵 七七八八的加起来一共一万零五十 给我哥整就行 一万的金额一出 院子里的人都惊呆了 他们都没想到苏晓晓竟然狮子大开口 苏晓晓 你要真这样 那咱们以后就没什么交情可言了 都退婚了 谁又跟你有交情 你怎么不去想 嫌我要多了是吧 你妈在厂里施压是我调停的 你爸康复花的钱你知道有多少吗 你在国外的三四十万你以为是怎么来的 你怎么好意思嫌多的 小白脸 这话瞬间刺激了胡来 他直接冲过去朝苏晓晓举起了拳头 苏晓晓重重给了他一脚 一声惊呼后胡来倒在地上 真不愧是留学生啊 学三年学会了打女人 苏晓晓 你还敢伤我儿子 就你这样的 留在我家都是祸害 鸡歪个屁啊 要退婚就干脆点 还想要钱 你做梦去吧 我把钱扔了都不会给你 嫂子 你都看到了 快找公安 把这小妮子抓起来 曹根生赶忙拦住没人 大话 咱该给的钱还得给 苏晓晓在医院店的钱得还给人家 他说垫钱就垫钱了 谁看到了 要是他贪污咱家剧场的钱呢 胡适 你可真是长了一张造谣的好嘴 今天一万你们家不给 下次你们给我两万也得求着我要 你做什么美梦呢 还两万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我儿子退婚真是太对了 要我说你就是个骗子 周围左邻右舍听到动静 都出来看热闹 苏晓晓根本不惯着他 于是扯着脖子大喊 那我哪有胡来会骗人啊 在国外治了三年都没治好 我不退婚 难不成等着守活寡呀 今天大雷咔嚓一声 砸在了胡来头上 同时也砸猛了胡大花跟曹根生 苏晓晓 你别胡说八道 我有没有胡说咱俩都清楚 还需要我说时间地点吗 亏你长了男人样 结果是个废物 说完苏晓晓就准备离开 留下胡大花一家在院子里受人嘲讽 晓晓 别走啊 你昨天试的那两个炮钱还没给呢 合成那天的粪坑也是你炸的 苏晓晓 这是我跟你没完 那天淋了一头粪 再加上今天又被造谣 此时的胡来都要气炸了 但是不管他跟周围人怎么解释 人家都只是敷衍的嗯嗯 胡来指定有问题 要不咱一直解释呢 他绝对是心虚 就是 不然怎么平白无故的人家闺女 就要跟他退婚 此时的曹根生忧心忡忡 这件事本来就不应该闹这么大 苏晓晓这三年他也看在眼里 他几乎已经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一万也是他应得的 赶紧走吧 别在这都人现眼了 这事本来就是小来不对 我怎么就招了你这么个窝囊费 你儿子被那女人造谣 就这么走了 以后他们被地理怎么说砸儿子 曹根生听后直接掉头就走了 胡大花自然不能就这么算了 于是出村的时候 他逢人就说苏晓晓不能生 这个退婚理由就显得合理多了 回去后就发现曹根生要死不活的样子 胡大花就看不惯他这副德行 有什么话就说 也不怕被鞭戏 白脸子给谁看呢 曹根生还是一句话不说 就是三棍子打不出屁的性格 胡大花根本看不惯 跟你说话呢 是不是厂里的人又作妖了 以前怎么没这么多事 都是苏晓晓害的 晓晓先前谈的订单 没了都没了 你说什么 不是签合同了吗 怎么说不做就不做了 晓晓把他们付定金的日子延后了 这个坏裴子 他就是故意的 幸亏那天没给他钱 跟十几万的单子比 那几千算什么 什么 就因为他 攒场子损失十几万 胡大花人都傻了 心里对苏晓晓满是记恨 这个害人精 我绝对饶不了他 话罢胡大花直接就去常理查账 而此时的苏晓晓正死气白赖了要着钱 大伯 借我一百 我保证还 咱家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他就是个无底洞 那我能咋办 你把他撵出去 他要是回头把咱家房子烧了咋着 那就让他一直这样 两人思来想去 只能去找苏奶奶 毕竟是长辈 苏晓晓多少回听一点 小晓 你一个姑娘家一天这么懒 以后哪个男人敢娶你 我有活 你有啥活 还不赶紧把外面衣服洗了 一天窝在这儿 连都胖了一圈 那不然呢 像你一样甘半还一脸刻薄像 不是更不好嫁吗 苏奶奶气得直哆嗦 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 就在这时 门外传了一阵哭声 爸 妈 我要退婚 爸 妈 我要退婚 为什么呀 我一个同事跟傅家住前后存 他听说傅家那儿子执行任务出事了 撑了残废 真的假的 这什么时候的事 就前两天 我怎么能嫁给一个残废 我不嫁 要是以后别人知道我跟一个残废结了婚 那不得被笑掉大牙吗 自从苏小娟未笑毕业后 他就去当护士 寻常男人根本入不了他的眼 再加上医院的人早就听说他相亲成功 一个个都等着看呢 傅家小子要是真成了残废 小娟肯定不能嫁 那会儿付加给的礼单都还在 我明天准备准备 退了吧 咱家没钱退 钱哪 那么大一笔钱都花了 什么 怎么隔着门都听见你们吵吵 传出去好听啊 苏大妈见苏奶奶过来 好着嗓子把事情说了一遍 小娟这辈子都要被他爸给害了 这就是命 我能有什么法子 我就不认命 凭什么要我嫁给残废 残礼又不是我花的 凭啥牺牲我的幸福 苏小娟做事就要走 苏奶奶一把拽住了苏小娟 我知道你很急 但你先别急 让苏小娟嫁过去不就行了 此时哭都不哭了 好的也不好了 一家人气气看着苏奶奶 苏小娟跟胡佳退婚之后 以她的名声恐怕都难嫁出去 要是她代替小娟 那所有的事儿不就都解决了 苏小娟跟胡佳退婚了 退了 还闹翻了呢 苏小娟直接狮子大开口 跟胡佳要了一万的分手费 胡佳能给他吗 他在胡佳待了三年了 换不无疑啊 问题是万一苏小娟不答应呢 不答应什么 你们是不是被地里脚我蛇根了 没有没有 瞧你这话说的 一家人脚谁蛇根呢 我这人疑心病重 容易多想 是这样 我去年相亲找的对象 今年不想要了 你不是刚退婚吗 让给你吧 搞笑 我又不是捡垃圾的 苏小娟才不信苏小娟能这么好心 从小俩人就不对付 他俩互看眼黑 谁都瞧不上谁 小娟那个对象是个当兵的 前几天出任务成残疾了 你看看你看看 我就知道 想拿我当冤大头 想得没 你都成老大男了 有人要就不错了 你还挑三拣四 那你比我还大半岁 你不挑怎么现在都没嫁出去 老娘那是眼光高 你是嫁不出去 眼光高怎么还没嫁出去呢 你没人要 也配跟我比 哼 那你有人要怎么也没嫁出去 行了行了 都别吵了 老太太一出生房间里 这才安静下来 小小 那人是你大妈千挑万选的 家里都是正派人 虽然现在成了残废 可人品啥的都好 你嫁过去真不亏 人品好有什么用 人藏呀 苏小娟不想嫁 要退婚呗 结果屋里人瞬间都不吭声了 我知道了 退婚要彩礼 你们舍不得 就想让我顶事吧 求人就得有求人的态度 一个个都像是给我谋了多大出路似的 这不是算计我吗 没有没有 怎么可能 你自己找能找到什么样的 别不识好歹 小小 你别听小娟瞎说 狗叫水往心里去啊 自己家去吧 苏小小说着直接站起来回了屋 苏小娟听后气的直发抖 于是赶忙追了进去 苏小小 你到底嫁不嫁 让我替你嫁过去也行 给我两千八个嫁妆 你又不是我嫁的 凭啥给你嫁妆 我要是没记错 你当初给我显摆说 人家给了你六千的彩礼 那我不要嫁妆也行 把彩礼给我 神特不把彩礼给你 做穿旧大梦去吧 苏小娟刚要开口骂 结果苏大伯进去后直接应下 我给嫁妆 爸 你疯了 小小从咱家出嫁 给嫁妆是应该的 此时苏小娟觉得 他爸肯定是脑袋被驴踢了 明天给钱 一个月后出发 现在给钱 明早出发 苏大伯跟苏大娘听后 马不停蹄的就去凑钱 马一秒都是对温神不够敬畏 第二天一大早 苏小小在苏大伯一家的 注视下上路了 太好了 我心里这块大石头 可算是放下了 以前也没见你多喜欢它 怎么它走了给你哭成这样 你懂什么 我这是高兴 走 回家 妈给你做好吃的 而此时的胡家也并不安生 留会计 我不信这三年的账 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老板娘 这个账要是这么容易 能查出问题 那我早就去坐牢了 那苏小小在厂里这么些年 就没让你支过钱 这账都是朝厂长亲自管的 胡说 老曹洞手术的时候 哪有时间管账 那苏小小心前还说什么脚势啥的 我记得有个名人 不就因为这个坐牢了吗 小睡那是好事 是做贡献啊 意思就是没办法 让苏小小坐牢了呗 人家又没犯错 坐什么牢 那你怎么不早说 还耽误了我三天 留会计也是一阵无语 很快厂里也开始众书纷纭 核心就是苏小小不干了 工人们一时间人心惶惶 做事都不踏实了 曹根生也想安抚工人们的情绪 可有些事根本瞒不住 现在苏修修被念做了 唱的还能跟之前一样吗 是啊 那二十套家具的单子都没了 以后这唱字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老曹 苏小小这是故意搞我们 我们难道就这么被他牵着鼻子走 我待会儿去取两万 下午我们去找苏小小 什么两万你还真给啊 早先的老客户撑不起现代的厂子 订单就是厂子的生路 你自己看着办 胡大花只好晋升 跟着曹根生一起去了苏家 小小不在家 你们找他有事啊 是这样 上回我们之间有些误会 这次是专门跟他赔礼道歉的 海镇叫苏小小说对了 胡家真来求他 不过这时候苏小小嫁人的是 不能跟他们说 不然回头胡大花指定倒打一耙 说苏小小外面有人 小小不在家 他出去找活干了 去哪找了 城里 有联系方式吗 他一个姑娘 人生地不熟的 别被人骗了 他要找活可以来我厂里啊 工资好商量 苏小小一个丫头 一嫁人就得伺候公婆照顾男人 哪有时间上班啊 我这边刚好有个熟人 我们找苏小小有事 你把电话给我们 我们自己去找他 还没找找活 哪来的电话 你说的人下午叫他去厂里 我先见见再说 那敢亲好 我们虽然没苏小小的电话 不过苏小小要是打电话过来 我们跟他转达你这边的意思 曹根生等的就是这句话 于是两人点头到完谢后就离开了 他俩这态度跟上回来不一样啊 苏小小这是干嘛了 与此同时狐疑的还有苏小小的新婆家 你是 苏小军 我记得你挺拔的呀 我晒黑了 你怎么今天过来了呀 我听说横江哥受伤了 是为未婚妻 我应该来照顾他 你不是在医院当护士吗 你过来了那工作怎么办 我辞职了 小军 你可真是 是 我现在改叫苏小小了 啊 名人都改了 苏小小编了几句瞎话就搪塞了回去 他算是发现了 无论自己说什么 这个婆婆都深信不疑 太好了 婆婆善良不搞事 男人还是个残疾 到时候想过安生日子 那不是手拿把掐 小小 那横江的事 你都知道了 知道 妈 你放心 我愿意跟横江哥过一辈子 不瞒你说 自打年前见过横江哥 我就满心惦记着他 横江还在单位的医院 暂时回不来 其实傅家也并不知道傅横江的伤势 只听说伤了腿 要动大手术 小小 你也别担心 人肯定没事 就是那腿 妈 能嫁给横江哥是我的福气 就算是横江哥成了摊子 我也不会退婚 从今天起 我就是横江哥的媳妇 你就是我亲妈 小小 能娶到你才是我家横江的福气 妈 你说横江哥回来看到我变黑了 不会嫌弃我吧 他敢 他要是嫌弃你 我就打断他的腿 千万别 本来就残疾 再打得截肢 对了妈 亲戚还给了我一份卖家具的活 你要有生意就介绍给我 你这孩子 怎么这么爱操心 辞了就在家歇着呀 妈 横江哥出事 家里用钱地方多 我又是横江哥媳妇 辛苦点是应该的 小小 你可太懂事了 王玉珍现在已经完全被苏小小拿下了 直接带着苏小小进了新房 这间是你跟横江的新房 你只管安心住下 妈 你真是我亲妈 以后家里有什么活儿 你只管使唤我 我这儿媳妇可挑的太好了 我这婆婆可真是太好骗了 妈妈 妈妈 谁在叫妈妈 苏小小闻声看去 只见三个高矮不一的小萝卜头冲了进来 苏小小瞬间愣住 妈 横江哥是二婚啊 不不不 这不是横江的孩子 这是他牺牲战友哥哥的小孩 啊 把肝子打不着的再带回家呀 图什么呀 难不成 赴横江生不了了 爸 你放心 不管横江哥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一心一意 这不是第一次见面吗 这就喊上爸了 爸 我是你的儿媳妇小娟啊 你放心 我肯定会把这三个孩子当亲生的养 坚决不当恶毒后妈 小 小娟啊 爸 你还是喊我苏小小吧 叫小娟太见外了 此时的傅德敏已经说不出话来 他年轻的时候也当过兵 眼神跟记性都不错 眼前的人显然不是自己见过的那个 于是他连忙把自己的媳妇拉到一边 宇珍啊 你不觉得苏小小跟咱年前见的那个不是一个人吗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人家那是晒黑了 这是晒黑的事吗 年前那姑娘眼睛比她大一圈 那是小小头回相亲特地化的妆 叫什么 烟灰缸 嗯 什么玩意儿烟灰缸 你什么眼神 我告诉你啊 咱家横江出事 人家可是一点没嫌弃 你别给我挑刺 我是怕你被骗 你小点声吧 回头让小小听见该伤心了 傅德明看到媳妇油盐不尽 索性也不说了 直接就出门去上班了 可家里来了个姑娘跟三个小孩 村里的人都看到了 于是大家都围在傅家门口看热闹 宇珍啊 今儿你家真热闹 有什么喜事啊 妈 这几位是咱村的大娘婶子啊 你是 我是横江哥的媳妇 叫苏晓晓 我昨天刚来 还没来得及跟你们打招呼呢 哎呦 于真啊 不是说横江媳妇是个护士 怎么站得像个黑铁塔啊 妈 你不是说咱村人都满脸腹太有福气吗 怎么还有人一脸晦气象 门口几个妇女一正 不动声色地站到了另一边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黑还不让人说了 黑可以仰白 不像大娘 丑事一点办法都没有 于真 你这是什么儿媳妇 我家小小心直口快 没换心 哎呦 你家这儿媳妇真是不得了 横江都城谈极了 她还有心思在这儿吵吵呢 大娘好威风 自己家儿媳妇没欺负够够 还上门教训别人家的儿媳妇呢 你 王玉珍 你家这门我都不起 大娘 你别生气啊 我跟你开玩笑呢 老太太气得发抖 但又说不过 只能兴兴地走了 剩下几个大娘也赶紧跟着离开了 不到一个上午 村里人都知道傅家来了个厉害媳妇 这些长舌妇就是见不得人好 妈 别生气 他们就是妒忌咱家 横江哥变成什么样 我都不嫌弃 小小 你真是好孩子 对了妈 这附近哪有电话可以接 我到了这儿还没跟家里报过平安 咱家就有 谢谢妈 我先用用 说完苏小小就把电话打给了苏大伯 是我 苏小小 她家人怎么说 我公公婆婆对我可好了 那就好 对了 那天胡家还上门来找你 这是为啥 不该问的事别问 我今天回去一趟 让胡家人等着 不然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那我待会儿就通知胡家 你几点到 快一分钟了 挂了 死丫头 我话还没说完呢 妈 我坚决不浪费一秒电话费 我聪明吧 给我儿媳妇花钱 浪费多少我也愿意 对了妈 我要回娘家一趟 家里有点事 行 那有用得着妈的地方 尽管开口啊 我跟自己亲妈能客气吗 有困难我一定开口 说完苏小小就离开了 等她到的时候 原本热闹的屋子瞬间安静如鸡 都聊着呢 小小 你叔跟你沈这次过来是成心跟你赔不试的 原来上回不是成心的 难怪我胡沈那么指着我鼻子骂呢 成心的 都是成心的 上回是误会 难怪我胡沈逢人就说我不生 原来是成心让人误会我不能生啊 上回的事都是我不对 我跟你赔不试 胡沈别委屈自己 这都不是你了 胡大花好不容易控制的脾气 在这一刻也忍不住了 苏小小 你别太过分 我是你长辈 你还想怎么样 哎怎么样怎么样 纯纯浪费老娘时间 小小 叔和沈为了给你道歉 还给你准备了两万块钱 曹叔不记得我上回的话了吗 上回的一万不给 这回给两万还得看我愿不愿意收 一旁的苏大伯听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要是苏小小能拿到钱 那她欠我的钱是不是就能还了 小小 这是你胡叔真心给的 你就收了吧 这钱我不收 你装什么装 我必须向胡沈证明 我苏小小是个是金钱为分土的好姑娘 说完苏小小头也不回得离开 此时曹根升级了 不收钱不就意味着没有放过家具厂吗 小小 这钱你一定要收下 曹叔 你非要给我这钱 不是逼我当拜金女吗 你别听你胡沈乱说 这钱是你应得的 你看在曹叔的份上收下吧 曹叔的面子我一定给 那就麻烦曹叔跟我一块存银行去 行 胡大花他们就眼睁睁看着曹根升带着苏小小走了 存完钱后曹根升跟苏小小提了订单的事 曹叔 订单的事谁都说不准 有就做没有只能重新开发 你问我要我也变不出来 叔知道 但是场子一下少了大订单 换谁都慌 你要是手里有单子 你一招说 我肯定不会亏待你 既然这样 那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不知道叔愿不愿意合作 什么想法 曹叔 胡沈一直骂曹康比不上胡来 但其实曹康脑子更聪明 得亏孩子跟着你姓曹 我又怎么会不知道 不说这个了 小小 以上一集说的那个想法是什么 是这样 曹叔 要不你这个月给我做三套家具 就按我的要求来 不过价格肯定不比之前 你要同意 我月底就来拉货 那价格能给多少 每套少二十 能接受不 曹根升此时也反应过来了 苏小小这是一套抽了二十块的成 可即便这样曹根升也只能答应 行 小小 你以后有单子还找说 书每套给你三十 这事以后再说吧 哎 家具厂果真是离不开苏小小 你胡说什么呢 什么叫家具厂离不开他 钱都给他了 他还想怎么样 给他钱是为了让家具厂不会更坏 苏小小怎么可能把到手的订单白白送出去 那他不找我们家 还能找谁家 他就是故意拿捏你 曹根升文言一句话都不想多说 直接就要离开 你个死别又干嘛去啊 我跟你没话说 我跟你才没话说呢 胡大花说完刚一转身 就看到小赵在不远处看着他 阿姨没事吧 没事 小问题 你说就那性格 对了小赵 你跟我们小来的工作怎么样了 我爸已经安排好了 下个月我就能跟胡哥一起去上班 放心吧 要是早点认识你 我家小来就能去最好的高中了 这都被苏小小耽误了 小赵是教育局副局长的闺女 刚回国就直接被安排进了局次 有小赵他爸在 那以后不得顺顺利利的 说不定孩子们的工作就都有着落了 对了阿姨 刚刚你跟叔叔说厂子怎么了 这我都不想说 那个苏小小一听我家要退婚 就开始使坏 得了我家两万不说 还把厂里单子都给退了 他凭什么 怎么还连吃袋拿的 你叔就是个糊涂蛋 他说什么你叔听什么 气死我了 阿姨 苏小小要是真拿了那两万 不如咱直接找公安 这能行吗 人公安管咱们这没屁咯咯嗓子的事吗 阿姨 只要你一口咬硬是苏小小敲诈 那就能让他坐牢 到时候不仅钱能回来 生意也能接着做 胡大花瞬间醍醐灌顶 精气神都回来了 这事不能叫你叔知道 他就是个死脑筋 等他过两天出差 我就去办这事 阿姨 这本来是你家的私事 现在连我这个外人都看不下去了 苏小小怎么说也在你家住了三年 怎么一点情意都不讲 不说他了 他本来就是个没心肺的东西 连你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 阿姨过奖了 胡大花的一番夸奖说到了小赵心里 下一秒他就喜滋滋的去找胡来了 亲爱的 刚刚我们在外面说话你听到没 你妈还夸我来着 你这么好 我妈当然夸你 还聊什么了 聊这么久 我听说 苏小小额的你家两万 多少 真的假的 这是我怎么不知道 当然是真的 你说你爸是不是糊涂了 上赶着给欺负我们的人送钱 这不是打我们脸吗 还有那个苏小小 用生意威胁你爸 这不是敲诈是什么 钱是爸主动给的 自然不是敲诈 你什么意思 你怎么跟你爸一个德性 以后我要被人欺负了 你也想着稀释宁人 不是 那毕竟苏小小也当了我三年的未婚妻 这一报警 传出去我们家怎么做人 无赖 我看你就是舍不得那个黄脸婆 阿T 阿T 小小 一声响 二声骂 你这是得罪水了呀 妈 可别瞧不起我 谁背后还没几个人骂了 你说是吧小风 我才没有骂你 那让我看看 我们小崽崽有没有骂后吗 苏小小正要伸手抱小小孩的时候 朱和风过来挡在两人中间 妹妹带睡觉了 小风 你去看妹妹 奶奶带小小妹去睡觉 不行 你们会把她卖掉的 能卖昨晚就卖了 还用等到今天呢 那万一是你们没有找到买家呢 那你看着这个 我们就趁机卖那个 我看你能看住哪个 话音刚落 朱和风眼泪就不争气的流了出来 你就是魔鬼吧 小兔崽子 小兮说话 不然我变成恶毒后妈 就专门打你屁股 苏小小说完就潇洒进了城 前几天她偷偷打听到傅德民喜欢钓鱼 身为无好儿媳妇 自然是要投其所好 于是她一进城就先去买了三根钓杆 还带了很多小崽崽爱吃的零食 妈 我回来了 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对了小小 妈要跟你说件事 我跟你爸商量了一下 决定送小风去上学 可以啊 不然这小破孩跟个笨蛋一样 容易被骗 你也别多想 我虽然不知道这三孩子是什么情况 但是他们真不是横江的孩子 妈 你放心 就算是横江哥的孩子 我也不会嫌弃她 她年纪轻轻就有三个万 身体素质多好啊 我这儿媳妇真够稀奇的 爸 回来了 回来了 门口那是什么东西啊 爸 那是我给你买的钓杆 你看看趁不趁手 小小 你咋还给你爸买钓鱼杆了 他一钓就是一天 不务正业 浪费时间 妈 钓鱼又不是啥不良习惯 还能时不时给你带回来几条小鱼丸 多好啊 一旁的傅德民难得听到与人帮着一起说话 甚至都要感动得流眼泪了 累了吗 什么时候送小枫去上学啊 下周一吧 你到时候有空吗 你帮妈看着两个小的 我去送小枫 行 不过我明后天要出去一趟 下周一我帮你看两个小家伙 不行 她是恶毒后妈 她要卖掉我们 那你要小心哦 你去了学校 我就把家里最不听话的小孩丢给收破烂的 周和风一听 妈都哭出了声 我不要去学校 我一走你就要把他们卖掉 你乖乖跟我走 我就不把妹妹丢给收垃圾的 真的吗 那你要说话算话 苏小小点了点头 拽着周和风就离开了 苏小小把周和风顺利送到学校后 刚准备离开 就来了两个警察拦住了她的去路 你是苏小小吗 我是 你们找我有事 你好 我们所接到报案 说你敲诈勒索了胡家一笔巨款 报案人现在就在派出所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小风中午跟奶奶说 好好妈不回去吃饭了 走吧 几人很快到了派出所 胡大花看到来人 立马指着人喊 就是她 就是她敲诈了索我家两万 妹钱肯定还在她身上 同志 你们可得把我家的钱要回来 臭丫头 造谣我儿子 还在我家分坑 现在还骗钱 这次我要心账就账一起算 你就等着吧 这次肯定让你坐牢 别吵 现在是调查问话 请你们在外面等候 我告诉你 苏小小要是坐牢 你不能说一个字 我本来也没说 你怎么没说 你就是舍不得 什么舍不得 我是觉得没必要 我们都没关系了 怎么就没关系了 她骗了你家两万 这是你还能说翻篇就翻篇 小赵说的没错 小来 你别死心眼 我们胡家可从来没对不起她过 因为苏小小就过胡大花 她心里一直都觉得不好意思 可自从苏小小拿了那两万 胡大花就把这件事抛之脑后了 她在胡家三年 我这个婆婆可从来都是客客气气的 就算她就过我 难不成我还要拿命还吗 你这不是是非不分吗 我可是你亲吗 反正我不管 今天我必须出这口乐器 谁来了都不好使 好好好 当我没说 你开心就好 不一会儿苏小小从里面出来了 她什么话都没说 直接往地上一躺 我没脸活了 我清清白白做人 本本分分做事 老老实实过日子 竟然还要被胡大花造谣 我还有什么脸活着 你个死丫头 说什么呢 那本来就是事实 你家伙谁呢 看到了吗 这个大妈咄咄咄逼人 非要把人逼死啊 姑娘 咱们有话好好说 我们把你亲过来也是做正序 我们肯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领导 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那是人家的工资 怎么可能 那钱就是她骗走的 你们是怎么办案的 胡大花同志 无限造谣也是一种犯罪 胡大花一听也傻眼了 怎么反倒自己成了犯罪的那个 公安同志 他确实骗了我们家两万 我没造谣啊 来 看这是什么 十字吗 这张只是刚才苏小小 被拉去问话时拿出来的 胡大花说 你第四级逼着他们家 拿了两万出来 这件事属实吗 一万八是工资 两千是他家的借款 什么工资有一万吧 我在他家的家具厂 干了三年活 一个月五百 他家怎么给你这么高的工资 我三年给他们家赚了五十多万 有订单有票据 你们可以查 有工资凭证吗 有 苏小小话音刚落 就忽然间开始解枯腰带 同志 你这是干什么 拿证据 不一会苏小小便拿出来一张纸 上面洋洋洒洒 写着几行字 这是哪来的 这肯定是苏小小 那死丫头自己下写的 我的家具厂 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这肯定是假的 你干嘛呢 还想着销毁证据 苍天啊 大地啊 这日子让我怎么过呀 下次胡家倒打一耙 我可怎么证明我的清白呀 姑娘别怕 看过这张纸条的 都是你的人证 还有你们俩 做子女的不知道劝劝长辈 他不懂事 你们也不懂事吗 没弄清事实报假案 涉嫌销毁证据 逼得被诬赖一方 行死密活 哪一条都够决定 我们和解 好啊 那我要求胡大花 到我们村当中 给我赔礼道歉 消除恶劣影响 凭什么 哎呦 我怎么头疼心口疼 好好好 我答应 胡家答应之余 还有额外给了苏小小五百块 谁说这胡审坏的呀 这胡审可太棒了 得了便宜还卖乖 苏小小目的达到 大摇大摆的出了公安局 隔着大老远 就看到了王玉珍跟傅德明 小小 你没事吧 我中午听小枫说 你被人带走了 没事 就是我以前干活的家具厂 欠我三年的工资 老板一次性给了我 老板娘不乐意了 还污蔑我敲诈勒索 他家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这不是正常发工资吗 是谁乱造谣 妈给你出气 就是那个老太婆 恰好这是胡家三人 从里面出来 王玉珍当即 顺着苏小小指的方向走过去 就是你办话我家小小名声是吧 嘴怎么那么臭呢 你谁啊 你管我是谁呢 你欺负我们家小小 我跟你拼了 胡来见状就要去拉架 苏小小抢先一步 你还是男人吗 女人打架关你什么事 起开 凭人瞬间扭打在一起 于是刚出派出所没多久的几人 又重新进去了 哟 来了 随便坐 公安同志 这个女人无缘无故冲上来打人 这是我妈 你无缘无故造谣 你还有理了 那也是你们新动手的 最后由于两家都动手了 但双方都很头铁 都不想道歉 于是这事就这么算了 他们算了 那我呢 我被这个死女人打了好几巴掌 你不也动手了 但是我打不过呀 打不过你怪谁 动手一律按护哦算 凭什么 苏小小才不想理这个尖叫机 于是她带着公公婆婆就先离开了 此时冷静下来的王玉珍也发现了不对劲 小小 你之前不是在医院当护士吗 你还在家具场有副业呀 妈 就是因为我在县医院上班 人员好 还有这么多客户的 医院同事给我介绍老多生意了 哎呦 原来是这样啊 那可不 人家又能买到便宜的 我自己也能赚外快 网口带塞的钱谁不想赚呢 这倒也是 我这人就是小猪吃死食 想事情就是一根筋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妈 我上辈子修了天大的福分 这辈子才碰到你给我当婆婆 妈也有福气 听完全城的傅德民叹气声更重了 得 老婆又被这个冒牌闺女忽悠拐了 几人慢慢悠悠的回村 结果路上遇到很多老头老太太指指点点 用脚趾头想也知道 早上那是怕事早就传遍前后村了 哎呦 欲贞得名啊 我一大早就听说 你家儿媳妇被公安抓了 出啥事了 三婶子 没有的事 别人瞎传呢 都被抓了 还没干坏事 明眼人都见了 骗谁呢 就是啊 你还是早点把人撵了 免得最后害小横将也进去 老太太真是好眼力 一把年纪没得白内障 倒是看得清楚 实话跟你说吧 我就是因为在我们村撕烂了一个老不死的嘴才进去的 缝了十三针呢 这就是不讲理 这种人迟早吃老饭 我不过就是撕烂我大姑奶的嘴 多大点事啊 长辈亲戚你都敢胡来 我就专打嘴见的亲戚 喜得老太太瞬间不说话了 一个个表情善善的 不知道在想什么 三人回家后才发现整个家乱揍一团 三个小孩哇哇哭 两个女人同时看向傅德民 这三孩子打算怎么处理啊 看到我买的罐头没 谁哭我就用谁换罐头 我就知道你是个坏人 我早上看到你被帽子叔叔抓走了 小屁孩 你眼神挺好啊 我就是坏人 等会儿就把小崽子卖了换罐头 你这个恶毒后妈 我要跟你拼了 小小 好了 你不要老吓唬小孩 都不认我当妈 我可不惯着他们 这倒是 小小头回上门就喊妈 小嘴多甜啊 其实王玉珍一直以来都心思单纯 当年没人上门说傅家有多好 王玉珍深信不疑 结果嫁进门才发现家徒私闭 不过 这三小孩怎么办呀 医院那边也一直没给信 要不咱再坚持两天吧 行 反正这几个小家伙在家里也挺热闹 不过 横江那边也没消息吗 没有 就只提了一嘴 手术很顺利 傅德民说这话时有些心虚 手术是很顺利 可人却一直昏迷着 没一会儿家里来了两个人 傅老板 听说你家儿媳妇被抓走了 犯啥事了 横江还没回来吗 他现在成残疾了 部队也不好带吧 你可少说两句吧 苏小小好带是个健全人 把他撵走了 横江以后怕是去不上媳妇了 真是可惜 以前横江可是咱村最有出息的 你瞧瞧现在 要我说他就不该残疾 你说对吧 傅老板 傅德民人狠话不多 直接上前给了那人两脚 长毛 我看你今天是想吃屎了吧 嘴上没把门的东西 你凭什么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 狗东西 你再胡说八道 我借你一次打你一次 傅老板生什么技啊 开不起玩笑啊 横江媳妇长这么漂亮 被抓走的肯定色不强 哪里来的野狗 张嘴就喷色 长了一身毛 就到人家门口乱叫 你是山上没进化全的猴子吧 从哪来滚回哪去 再胡说八道 我给你天灵大仙了 此时的长毛大叔 犹如丧家之犬 一溜烟跑了 爸 以后想看猴 我带你跟妈去动物园 咱们看这眼生的 就是只会幸灾乐祸的东西 我家小小就是厉害 我早就想骂那狗东西了 妈 那下回我把人带过来 你直接指着他鼻子骂 大可不必 这个还是算了 几人调笑间 外面传来浩浩荡荡的人声 苏小小同志 我们来了 傅登明 大干貌来抓苏小小了 看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 谁跟你说我们是来抓人的 你这个同志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啊 乡亲们 事情是这样的 这位胡同志造成了 大家对苏小小同志的一些误会 不过经过教育 他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今天来就是特意消除误会 恢复苏同志的名誉 胡大花不情不愿的 在众人注视下走过去 在苏小小旁边小声说了句对不起 大点声 胡沈来之前没吃饭吗 乡亲们跟着你过来 好歹让人家听到你声音啊 对不住了 你对不住我啥 我不该乱说你拿了我家的钱 那我拿你家的钱了吗 拿了 帽子叔叔 他冤枉我 我哪儿冤枉你了 你不就这么问的吗 我怎么问了 我什么时候拿过你家钱 那是我的工资 是我应得的 道歉都不好好道 你安得什么心 对对对 那是你的工资 我跟你台不适 我是真心来道歉的 希望你原谅 帽子叔叔 那咱村以后要是还有人造谣我 是不是也要被抓进去 没错 大家都知道点 以后别乱说话 对 以后也别让我听到谁在背后造谣 不然我就拿个麻省掉 鞋在你家躺哦 一旁的大盖帽听后两眼一抹黑 哪有人动不动就寻死迷活的 一个公安眼间 看到了两块光荣之家的牌子 同志 你家有任当兵啊 我当过 我儿子现义 负资兵啊 爽粉的光荣之家 乡亲们 大家也看到了 他们用神体包夹为过 我们怎么能用唾沫形子侮辱任家的肖甲 这不是让任汗戏吗 咱们现在的和平安定优他们的一份功劳 以后要是谁在造谣 谁就是帝人 公安同志说得慷慨激昂 大伙瞬间也被带起了情绪 对了苏同志 那另一个村你什么时候去啊 今天 我今天就有时间 于是苏晓晓当即就跟了一些人走了 没一会儿大家就到了 还是像刚才道歉那般 胡大花不情不愿的说着对不起 这边道完歉 苏晓晓下一秒就直接把一块砖头扔在了苏家 哎呦晓晓 你这是干嘛呢 你找我也没用啊 又不是我跟胡大花说你在哪儿的 那是你大伯说的 大妈 我大伯不是个东西 你又能好到哪儿去 我都代替苏晓娟嫁了 给你们留清静 你们是闲日子过得太清闲了吗 苏晓晓 这日真跟我没关系 胡家来问 我是真不想说 胡家给你们什么好处了 胡大花说 要是他把给你的那两万要回去 就分你大伯五千 这都是你大伯说的 我真的没说 我大伯人呢 刚刚他听说你要回来 跑了 好好好 大妈 要记得告诉我大伯 以后走夜路可得小心点 说完苏晓晓就离开了 今天的任务也算是圆满完成 一想起胡大花吃饼的表情 苏晓晓就忍不住开心 等他一回去 王玉珍就赶紧迎过来 晓晓 事情咋样啊 妈 你也不看看你儿媳妇是谁 完美解决 那就好 没有被人欺负就好 苏晓晓嘴上没说 心里却暗暗吐槽 赔个屁 给苏大伯家赔钱 还不如让他们做梦呢 最后三个小崽子 琪琪看着他 苏晓晓也明白了 一往回来的时候 他都会带很多好吃的 几个小孩以为今天也带了 这也太小了 他妈妈怎么舍得 不把孩子带在身边的呀 这个小的跟男娃子是一家的 那个是横江牺牲 那个战友家的大闺女 这三还不是一家的呀 是一家也不是一家 我听你爸说 这三孩子都是苦命人 你 去给我拿个勺子了 我不去 你要是不去 我就把这个小的 带出去换灵嘴吃 哼 朱和风十分淡定的出去 跟前几天一说 就跳脚的样子比起来 安定很多 王玉珍这才开了口 这三个孩子的父亲都没了 本来兄弟俩就命苦 两个人互相拉扯 可没想到大哥 在这个小崽子出生那天出车祸了 当场人就没了 后来呢 大哥没了 大嫂带着两个孩子也干不了什么 全靠弟弟在部队省吃俭用 可半年前大嫂家里强行给说了亲 没办法 她也只能改嫁 哎 人活着真苦 是啊 村里人都劝弟弟 把大哥的孩子送人 但是弟弟不答应 求自己老婆让把两个孩子留下 结果 那孩子妈妈呢 出事那天 孩子妈妈带着孩子哺乳期的小儿子去部队了 啊 人都牺牲了 去那儿做什么 见最后一面啊 王玉珍无奈点了点头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朱和风才带着勺子回来 给你勺子 今天还挺听话的 怎么 今天不怕我了 你以后都会当我们妈妈吗 那我可不知道 我就知道 没有人愿意当我们的妈妈 他们都嫌弃我和妹妹爱事 哎 小小年纪叹什么气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事情 苏小小摸了摸朱和风的脑袋 是院子里传来一阵摩托声 妈 爸好像喝酒了 我就喝了一点 还有 小小啊 我今天遇到一个朋友 他跟我说了点你的事 我有点不高兴 苏小小心里咯噔一声 一直在思索 这到底是苏小娟的事 还是她自己的事 爸 啥事啊这么严重 你高中的时候 是不是在你们那边镇上二中上的 对啊 成绩怎么样 还行 我还得过诗英语口语演讲大赛二等奖 班主任叫罗红 罗老师的父亲罗登科 在学校还总关照你是吧 爸 你直接跟我说是什么事呗 你大学在哪上的 什么大学 我没上过啊 没良心 罗登科是我战友 老罗今天提起这件事 还鼻涕一把了一把的 当初老罗对你那么好 你拿到录取通知书 这事都没跟他提过一嘴 爸 是不是哪里有误会啊 我当初压根没考上 是啊 小小上的胃像 你忘记了吗 此时傅德明头更大了 他们跟王玉珍的脑回路不在一个频道 玉珍哪 你去给我熬点新酒汤吧 刚不是说就喝了一点吗 等王玉珍走后 傅德明才又开口 你没考上是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啊 就是高考考砸了 没学上 没有录取通知书呢 你开什么玩笑 你家不是苏夏村吗 你还有个大伯叫苏鸿冰 爸 你这些信息确实跟我对得上 但是我真没上过大学 胡说 当时还是老罗把你的录取通知书接过去的 他眼睛不瞎 收件人就是你的名字 傅德明说的义愤填音 刚才跟老罗喝酒的时候 他也确实感觉到了老罗的痛心疾首 老罗当年就是群困学生 在看到苏晓晓后 他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于是有什么好吃的都低个紧着苏晓晓 结果呢 我问你 苏家村有跟你同名同姓的人吗 没有 但是爸 我得为我自己辩解 第一 我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 第二 暑假结束后我去找罗老师 但是罗老师说复读学费很高 我想去食堂跟罗伯伯告别 是罗老师跟我说 他不想见我 还劝我不要给罗伯伯添毒 不可能 老罗不会说谎 爸 我也没必要说谎 以我的性子 我指定抱着录取通知书 让全村羡慕羡慕 所以爸 现在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我的名额被人抢了 这话一出 负得名酒都醒了一大半 你真没上过大学 那你当时的邮寄地址写了哪 我就填的学校 我当时还特地去学校问 可老师说学校没收到过 苏晓晓没撒谎 他当初压根不敢把地址填在苏大伯家 那时候苏晓娟刚考杂 苏晓晓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还能有这事 你这么好的成绩 谁敢顶 这可说不准 不过爸 我得确定一下 我的录取通知书是不是真的存在 行了 这是我帮你查查 你一个小姑娘能做什么 谢谢爸 负得名确实是政治的人 可说到底自己也只是冒牌的 这件事还得自己亲自参与才行 于是次日一大早苏晓晓就去了二中 离开二中三年 苏晓晓终于又回来了 你找谁呀 我找高一二班的刘可 什么哥 刘可 牛哥 我们这儿没有牛哥 刘可 行行行 我耳朵好着呢 我进去给你找找 门内说着直接进去了 苏晓晓才不会乖乖等着 他一个闪身也紧随其后 我没记错的话 学校里好像有个荣誉墙 里面有建校已来二中考上大学的全部名单 苏晓晓按照记忆很快就找到了地方 高三六班 苏晓晓 名牌大学 还真有我呀 原来我一点都不笨 这个大学还真叫我考上了 喂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 谁让你进来的 大爷 我这不是等你找人了吗 顺便看看学校龙玉强 什么找人 这学校压根没你说的那号人 不对啊 这不是一中高一二班吗 这是二中 学校都没整明白找啥人啊 大爷 不好意思啊 主要我以前就是从这儿毕业的 光荣榜上还有我名呢 那个 高三六班苏晓晓 哟 高三六班的呀 对啊 我们班主任叫罗宏 罗老师 你总认识吧 他呀 你早说 人家现在可不得了 早就不是普通老师了 啊 我才毕业几年 他就升主任了 何止啊 人家现在是副校长 那 他就是三年前生的官 连升两级 这速度坐摩托车也赶不上啊 那可不 可厉害真的 那管石堂的罗主任呢 也调走了吗 没走 人家退五兵出身 比罗老师可他是多了 这么一说苏晓晓就明白了 罗宏显然是拿自己当了跳板 苏晓晓没再多呆 他直接回了副驾 晓晓 怎么今天回了这么迟啊 没出什么事吧 没事 就是顺便回我母校看了看 我今天找朋友帮我打枪了 这三年里考上那所大学的只有两个 除了你 还有一个三中的男孩 爸 我打算明天去这个学校找找 看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喜欢我的身份 要是实在不行就回来 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好嘞 谢谢吧 第二天一大早苏晓晓在商店买了照相机 顺路就到了那所学校 同志你好 我有个事想请教一下你 什么事 是这样 我是外地来的 两年前你们学校的学生救过我 我特别希望能当面感谢他 这是感谢信 苏晓晓把自己早就准备好的感谢信递了过去 保安此时也变得一脸严肃 那你知道那个学生是哪个学院的吗 我就只知道他是个女生 叫苏晓晓 当时我问他学院年纪 他不肯说 那行 你先在这等会 我要汇报领导 那真是太感谢了 对后那个保安就带着领导过来了 同志你好 我听说你是退来表扬我们的学生的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找到他的 真的吗 那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于是领导的一句话 就让各个院系负责人开始分头调取学生名单 人多力量大 没多久一个主任就把消息带了过来 我们财经学院有一个叫素晓晓的 不过他三年前就已经毕业了 哎呦 这么不凑巧啊 那我岂不是再也见不到我的救命恩人了 毕业的学生 我们确实没法找 抱歉 可能帮不到你了 实际上领导的心里也难受 毕竟他们已经把电视台的人都请来了 还想着学校能出个正能量新闻呢 不过正好 我们把电视台的人都找来了 要不干脆你发个寻人启示 苏小小连连答应 随后一行人找离出地方 苏小小在面对记者问话时 那叫一个对答如流 听的人都有些身临起敬 最后临走时 苏小小还留了附家的电话号码 等苏小小回到家已经是第二天了 你事情办的咋样了 你爸还念的说不知道你能不能进去呢 这有什么难的 我还见着领导了呢 就是没找着人 那怎么办呢 没事 当时学校还找了电视台的 总会有消息的 果不其然 跟电视台那边终于有了消息 你好 我是方元 怎么说 我要找的人找到了吗 你老实跟我说 你寻人这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方记者 你采访都做了 怎么还怀疑人呢 其实也不怪方元怀疑 那天他把这个采访稿交回后 上面领导当即让他撤回 还说什么真实性有待考察 很奇怪 这本来是一件正能量的事 不知道为什么还引来领导亲自要求撤稿 那你带领导挺厉害 一眼就看穿了我的阴谋鬼气 你什么意思 这件事是假的 你找我们 找人是真的 不过我要找的是替我学籍的人 那你也不能骗人啊 我做新闻的 最关键的就是要实话实说 我这也是没办法 我去找过了 三年前入学的人 他们跟我说今年毕业 这不是开玩笑吗 你不会是得罪什么人了吧 我无父无母 自幼记人篱下 再说了 我三年前是学生 能得罪谁 方元听后深深叹了口气 可他还是不得不劝阻 我实话跟你说 我之前接到过被人顶替大学民了的事 你要是没有人撑腰 那你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像你这样的记者也没办法 你还是好好过生活吧 别折腾这些事了 第二天他赶到城里找了一家报社 那我等这个月六号的报纸就行了是吧 对 到时候你就能看到你灯的内容了 苏小小一脸是在必得 毕竟他可在报纸上写了 重金筹谢提供消息者 有钱能使鬼推没 六号报纸一发布 当天下午就有电话打了进来 你要找的这个人 是不是经济学院的那个苏小小 没错 你有消息 那你能先报销我这个电话费吗 这玩意儿还挺贵的 行 那咱们面聊 我当面把钱给你 于是两人约好第二天在城里见面 苏小小也是没想到 对方竟是一个穿着破破烂烂的人 你真给钱 给 不过你得先说消息 苏小小是我同班同学 他当时是最高分进的我们班 但是后来第一年就哭哭挂课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不过 不过什么 第一年老师上课选班尾 喊他名字 叫了好几声他都不答应 他脸上那表情就像叫的不是他一样 那能答应才怪了 这都不是他的名 还有吗 他第一次考试挂课以后 大家都怀疑他是高考作弊进来的 那肯定不能 兼考多严 那肯定是实打实的成绩 不过 你知道他父母叫什么吗 wants to know